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为您介绍 那你们王贵梅 王贵达姨 是总统长 红吹者 红秘书 李宗盛好 吴博律师长 李宗盛好 欢迎大家帮助老师 请站起来跟握手 再上至此 我们在这个领域 非常优秀的国中毕业生 那现在讲 我们是采用多元的一个方式 包括有学习优质奖 修德散行奖 人文艺术奖 体育竞赛奖 还有技艺金手奖 逆境分发奖 科学创意奖 文学创作奖 等八个这个奖项 我们除了鼓励学业成绩 优良 还有在各类竞赛中 表现非常优劣的学生之外 我们呢也包含了能够在 逆境中乐观进取 力争上游的同学 以及敬师孝亲 乐与助人无私 服务奉献的一个同学 那这些奖项正是福音的 我们后一期时代 我们呢 乐与助人无私 这个多元人才的一个需求 那这次获奖的同学 总共有六百零六人喔 包括了我们全国语文竞赛的霸主 更有克服天生障碍 逆境奋发的拳房生 获得拳中乐 跳远金牌的体育健将 期望透过这样的表扬活动 肯定学生积极的进取的一个精神 并且也鼓励我们学生 敦平力学 培养健全的一个人格 那今年获奖的同学中 万兴国中全盲特森 我们的林兴选同学 克服了她先天的一个逆境 力学卷 她呢 在体育 绘画 还有资讯技能 上面都有非常杰出的表现 张泰国中蔡云成 她本身呢 是墨西根的华侨 面临她的母亲 癌末 父亲聘损的一个状况 她在国医回国 来就学 那此位西班牙文 和英文 但是呢她乐观进取 并且呢 有她自身的专长运动摔角 获得了第一名的一个佳基 大同国中我们洪志顺同学 迷幻了先天心脏病 脊柱测患 那参加自己喜爱的这个科展社 找到学习的动力 并且获得了我们全县中小学 这个科展物理科的第一名 这都是逆境奋发 典半的一个学生 此外大同国中陈运运同学 获得我们全国国语文明 来语的朗读特优 我们新义国中王嘉宇同学 在全中运 国女跳舞 获得金牌 那现场呢 期许我们所有的毕业的一个同学 都能够累积我们生命 充滅的一个能量 世信养财 变成最具有竞争力的 国家的一个栋梁 那现场妈咪在这边 也这个弟弟 我们所有得奖的同学 未来都掌握在你自己的一个手上 主动呢 学习合作 互助 善用科技 这三类是缺一不可的 成功敲门砖 最后我想还是敬祝我们各位 家长跟贵子弟 共同来分享今天这样的一个荣耀 那祝福我们所有的同学们 都能够捧成换前途市井 在座的各位嘉宾 健康顺心 然后能够合家平安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